大家好,欢迎收看时代电影大世界,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,天赐的声音,第二波官宣阵容曝光,秦深深是否重返舞台,主持人信息泄露,引发全网歌迷期待之。 不得不说,偶像周深今年真的太忙了,正当声秘沉浸在令人心动的offer一生高能的实习氛围中时,周深又为我们带来了一个大大的惊喜,TMEA音乐盛典娱乐在没有过分影响宣传的情况下,官宣了第二波的嘉宾阵容。 这次出演的嘉宾全都是实力派歌手,其中最出彩的就是美男子周深,相信不少声秘都跟我一样,光是看周深的海报就花了十多分钟,而且越看越有代入感。 这就不难理解,为什么TMEA音乐盛典为什么不用大肆宣传了?原因很简单,因为那里有周深,那里就少不了出圈的话题,时时刻刻都在散发着偶像光芒,生命恨不得24小时持续不断地关注周深接下来的动态。 所以呢,对于周深,喜欢周深的歌迷而言,能够出现在该盛典的名单上一点都不例外,只要节目组想让盛典提升一个高度,就必然要邀请周深加入,不然的话,很难在众多表演舞台当中脱颖而出。 之所以这样说,并非是无脑吹捧,当初TMEA音乐盛典第一波官宣时,并没有周深的名字。 即便有不少扛打的歌手,也没能把该盛典带出圈,追到他的网友更是少之又少,这次就完全不同了,盛典还没有正式拉开帷幕呢,周深就已经替TMEA音乐盛典预热了一把,可见偶像周深的影响力有多么强大了。 话说到这儿,肯定还会有人觉得我又是在捧杀,专门挑好听的话来捧自己的偶像,对于这种言论,只能说花天下之大忌。 当然了,周深是我的偶像,这一点不可否认,但我并没有捧杀。 退一万步来说,如果周深不优秀的话,就算我想捧杀也无从下笔,还不是因为周深足够优秀,身上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,所以呢,才会让这么多的生理都喜欢他。 如果换作其他流量偶像的话,想捧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哈,因为他们除了帅气的面孔,其他地方一无是处。 而周深不仅业务能力出众,私底下更是一个正能量爆棚的艺人,方方面面都有自己独特的闪光点,每次都是不明则已,一鸣惊人。 但凡周深登上热搜,不用看就能知道,一定又有了高能的舞台表演。 向来都是用实力说话,征服全网观众。 事实上,周深早就成为了各大晚会的常客,如果叙述的话,可能两千字都挡不住。 光是2021年,周深就一共参加了数十场,这样的演出频率是所有歌手都望尘莫及的事情。 不过,这还不是重点,重点是换成其他人的话,观众早就产生审美疲劳了。 可周深演一次,颠覆一次,观众对他的认识,而且每次看完都意犹未尽,久久难以忘怀。 比方说,之前的第28届东方风云榜,深情演唱了一首经典曲目《何光同尘》。 直至今日,还有不少网友对其展开了深度讨论。 有人评价周深的唱功,还有人进行了二次创作,而且大部分观众都是冲周深才去看的晚会。 难听点说,如果没有周深的身影,总感觉晚会不是那么完美。 想必生命都还记得,2020年的时候,周深就已经参加过了TMEA音乐盛典。 从某种层面来说,这就是周深的主场,当时演唱的曲目是特别有深度的《化身孤岛的金》,以及《何光同尘》两首曲目,全程断层碾压。 看完周深的舞台表演,再看其他哥哥,显得平平无奇。 倒不是拉菜其他歌手,主要是因为他们演唱的曲目不足以震撼人心。 其实只要能让听众不知不觉中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,那就一定是天籁之音。 纵观整个华语乐坛,很显然只有周深达到了这个高度。 其次呢,这跟周深对待舞台的态度也很有关系。 大部分歌手在这种非正式或者非线上舞台表演节目时,都不会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呈现出来,只是简单的演唱完就立马退场了。 可周深无论在任何舞台都会把自己完美的一面展现给观众,既对得起观众,又对得起舞台,敬业程度在圈内是有口皆碑。 就现在的热度来看,超过80%的网友都特别希望周深可以在TMEA音乐盛典的舞台上演唱新曲《光亮》。 因为在这首曲目当中,周深采用了不同的声线来诠释该曲的利益。 具有独具一格的戏枪,又有满满的正能量,特别适合在大型舞台上表演。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,更多精彩资讯尽在娱乐电影大世界,敬请关注。